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这种传船 它们都停在这里 这个是海边的城市 这些就是海边城市的一些房子 然后呢 这一排呢 都是像这种餐厅呢 还有这个店之类的 还有一些公寓出租的 走着呢 我们到了一个海鲜市场 这个海鲜的小卖场 然后在我身后的就是了 这个就很小的一个 专门卖海边海鲜的一个市场 还有喷泉 然后呢 我儿子呢 想走过去玩那个水 还有马车 但是呢 好像要钱 就是你给钱了之后呢 它可以带你要一圈这一个城市参观 浏览一下 现在呢 坐这个观光的马车呢 要19欧20分钟 所以呢 如果想坐久一点的话 就38欧40分钟这样 身后呢 就是这个海边城市 我们来到这个沙滩的地方了 然后 现在呢 我们准备下去 然后铺好 然后等孩子们呢 在这边玩 我给我的孩子们呢 铺一些这些车 然后他们可以玩7欧 1个小时 5欧半个小时 听我老公说呢 因为现在呢 还处于这个疫情的期间 所以呢 这边呢 有些工作人员 就是沙滩看护的一些工作人员呢 他要保证沙滩不能允许太多人 就是 就是人流方面的聚集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预订 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呢 现在要等我老公要先下订单 就是要order 然后呢 才可以等工作人员 接收这个订单之后呢 才能再下到那个沙滩上去 黄色马角的这些就是工作人员 然后呢 他们在看守 就是每个人来呢 要按照这个下的订单的时间 来安排这个场地 所以呢 因为他房子就是沿流太多 那我们呢 已经到那个沙滩上面了 然后我老公已经在这睡 在这休息了 现在呢 我们呢 已经在这个沙滩上的一个餐厅坐下了 然后呢 我们呢 准备吃这个午餐 好了 现在我们点的餐呢 就是这个汉堡包 然后夹一些蔬菜 还有一些薯条 然后 然后 他们也是 嗯 嗯 现在在我开动了 好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然后 我们拿一些沙沙 然后把它切开 看他们两个吃的津津有味的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我们现在去海边 刚刚已经吃完了 然后现在带孩子们到海边玩一下 海水好漂亮 全部都是那种青透的绿色 然后今天的天气也很好 是蓝蓝的天空 然后在海边也有一些帆船 然后有一些人他在游玩出海那种 现在我带我的孩子们 你看他们在这玩 玩得难了 然后这边的救生员说不能超过心态 就是不能太出去 就是在边边玩就可以了 哇 这些了 玩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在附近的一个咖啡厅 也是刚刚我们吃饭的一个餐厅 然后呢 先做点东西 然后我点的是鸡尾酒 然后我去试一下 挺好喝的 酸酸甜甜之中呢 也带有一点粉色的味道 这个呢就是喝完之后呢 还带有一点那种干味 就是过后呢 有一种回甘的一个味道 我们点的是这一个粉红色的 类似一个草莓的一个鸡尾酒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what is the taste what is the taste 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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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sweet and sweet or juice or salt sweet 这下我老公这一杯 红色的 是 哇它那个呢 就是带有那种沙 就是像那种沙 冰沙一样的 然后呢 有那种苦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点酸酸的那种草莓味 在里面还带有一点那种 鸡尾酒 也是有那个鸡尾酒 在里面的 然后呢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外看和支持 别忘记关注哦 我是SewysAppH的 美妆博主 这样可口 下期见 下期会有更精彩的 内容本身哟 拜拜 下期见